七十六號 那個海盜上面的游泉 對不對 他說那個 來的都是男的女生 那是一位柯文哲 醜女的造成 我現在很奇怪 就不怕醜女 艷女氛圍持續發酵 柯文哲急忙替自己滅火 強調自己只是來賓 接著還搬出這些舊兵 你看看我們家陳佩景公 好好配合尊敬 你看看我們民眾男人 那個看起來很有名的 黨內女力通通被點名刷一整排 黃珊珊發文幫忙緩嫁 說最近突然很多指控柯文哲 醜女的言論覺得很離譜 直言以前大家認為 他的性別意識不足 其實他都有在做修正調整 而過去辦公室主任 曾經被柯文哲罵狗的立委賴襄林 也在直播上幫柯文哲說話 只是柯正營試圖澄清危機 處理看在過去幕僚嚴厲 很少人會願意說把所有女生的名字拿出來 因為女性工作者不是利用的工具 那他這樣子塑造的結果 反而讓他多了一個標籤 就叫媽寶 柯文哲只喊冤 但仇女言論似乎影響柯文哲聲量 如果他在我面前有說出仇女的言論 以我的個性我一定立刻怼回去 柯文哲直到現在還是不清楚 自己性別盲的問題在哪裡 八九年來有多少人提醒過他 多少人批評過他 結果他都是叫做偶爾認錯 絕不改過 就怕被貼上仇女標籤 柯文哲大動作反駁 但昔日言論持續被翻出來檢視 夏天宣傳網站好 沒有可能太不報道